父亲怀疑女儿非亲生 当众狂扇女儿耳光 视频中这个气愤不已的男子是吴大哥 今年56岁 他说自己对女儿的身世一直心存疑虑 这个疑问已经困扰了他十多年 而这一切都要从十几年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那时候全国在进行人口普查 可是吴大哥一家却无法办理户口 后来在派出所里 吴大哥惊讶地发现 他是O行血 妻子是行血 而女儿却是B行血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怀疑女儿是不是别人的孩子 而这十年来他和妻子离婚后 女儿对他也越来越冷淡 让他更加坚信自己的怀疑没有错 那么吴大哥的怀疑有没有道理呢 随后调解员跟着吴大哥来到了他前妻娄小平的家里 面对吴大哥和调解员的到访 娄小平说 他和吴大哥因为感情不合 十几年前就离婚了 因为自己没有工作 十六岁的女儿就判给了吴大哥抚养 可是吴大哥根本不关心女儿 也不给女儿钱花 连学费都不交 导致女儿高二就辍学了 后来他实在看不下去 就把女儿接回自己身边照顾 自己打零工省吃俭用 让女儿上了大学长大成人 而这期间 吴大哥一直没有给过他们母女一分钱 听到前妻这样说 吴大哥十分生气 他愤愤不平地表示 既然女儿不是他亲生的 他为什么要养她 又凭什么要对他负责 就在这时候 调解员注意到了墙上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女孩就是吴大哥的女儿 她和吴大哥长得非常像 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 那么这里面会不会有其他误会呢 随后娄小平拿出了一份鉴定报告 丈夫怀疑女儿非亲生 十年做了五次亲子鉴定 当年吴大哥和娄小平离婚后 他就对女儿的身世产生了质疑 还把前妻告上了法院 在法官的见证下 三人一起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证明女儿确实是吴大哥和娄小平的骨肉 可面对眼前的白纸黑字 吴大哥却始终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还要继续纠缠不休 娄小平忍无可忍 随后揭露了更让人震惊的真相 原来 他们在没有离婚之前 吴大哥从来没有对女儿的血型有过任何疑问 但是一旦离婚了 他就变得无理取闹起来 为了让前夫放心 证明女儿的出身 他们已经做了三次亲子鉴定 可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女儿就是亲生的 那么吴大哥为什么还是不信呢 他这样闹腾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呢 而吴大哥也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 结婚到生孩子 整整七个月 生起来是六斤四两 如果是早产的话 不应该有六斤四两 他说 他的女儿是早产的 只有七个月就出生了 但是一出生就有六斤四两重 跟足月的孩子一样重 这肯定有问题 调解员为了弄清楚真相 对街边邻居进行了走访 邻居们都说 娄小平是个好人 对人有好热情 跟周围人也相处得很好 而吴大哥则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情 而且邻居们都说 女儿长得跟吴大哥一模一样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 吴大哥的怀疑完全是无稽之谈 随后调解员又去了娄小平家里 这次终于见到了吴大哥的女儿婷婷 可是刚一见面 吴大哥就情绪失控 毫无理由地打了女儿一个耳光 婷婷泪流满面地说 在她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经常暴力对待母亲 只要有点不顺心就打母亲 地上那些凹坑都是父亲用东西砸出来的 都是父亲以往家暴的证据 每次看到母亲被打 婷婷都想上去保护母亲 但是由于太害怕 只能躲起来偷偷地哭 婷婷的父亲从来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只有两次给她送过礼物 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给我送了两个礼物 就是那个地摊上面一块钱 绑发带的那个发带 然后我就绑了 结果她拿了一把剪刀 就擦我的头发 但是没有擦爪 然后她用右手就长心歹的 原来吴大哥对婷婷的身世有所怀疑 曾经借口送发带的机会拔下婷婷的头发 偷偷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后来吴大哥的真实意图 也被母女二人揭穿了 原来她当年离婚时 为了早点摆脱婚姻 把房子留给了前妻和女儿 选择净身出户 现在她又结了婚 还又生了个儿子 看到房价涨得那么高 就心生贪念想要拿回房子 为了达到目的 她就拿女儿的身世闹个不停 婷婷告诉调解员 她从小就被父亲歧视 以为她是女孩 父亲重男轻女说她不是吴家人 不让她姓吴 让她跟着母亲姓娄 现在父亲有了新妻子和新儿子 更是偏心的不得了 加上房子的事情 才会这样无理取闹 事情的真相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但是吴大哥还是不死心 还提出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娄小平母女也爽快地同意了 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惊讶不已 支持孩子的父亲为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按你的说法就是孩子的妈妈是A型 A型跟O型结合生不出B型的女儿 对孩子的母亲娄某某进行了血型鉴定 娄某某的血型为AB型 原来娄小平的血型不是A型 而是AB型 可能是当年技术不够发达 才造成了误会 但是吴大哥却不相信这个结果 他坚信背后有人搞鬼 把他前妻的血型都改了 他还说所有人都在欺骗他 太厉害了 就是您还是不相信这个结果 结果我相信 血型都整回来了以后 你看我还不相信 你对这一份结果 仍然是心存质疑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止你 真不止疑 我尊重这份结果 但是我不尊重那种发血型的 血型一下也变成那个了 哪有那么回事 变回也太快了一些要我 吴师傅 我想告诉你 不管你说什么 我相信我眼睛看到的事实 您相不相信也不重要 这么多年 这个孩子坐在你身边 没有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没有得到完整的家庭 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 没有得到 不光没有得到这些 还得到了自己的父亲 深深的伤害 这些都是铁的事实 摆在眼前 不用你去否认的 他也不是你一句道歉 就可以抵消的 只是你要问问 你的孩子 你孩子的母亲 是否还需要你的道歉 也许你的道歉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一纸空文 什么用都没有 故事到这里 已经没有什么争执的意义了 吴大哥就算看到了 铁一般的事实 也不肯承认自己错了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呢 新的飞 一种 方面